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市长蒋万安与多位台北市新创生态圈重要推动伙伴一起宣布研发补助新政正式启动 首先是创新加速 符合资格者最高补助300万元 曾在矽谷协助新创团队的蒋万安表示 北市府希望成为新创团队的即使与即贵人与新创团队一起成长 对于公司设立在台北一年上八年以下 然后它的产品服务已经经过验证 就是Proof of Concept Proof Service都已经确定 然后经过审核我们会给予最高的补助300万元 这是对于新创团队 另一项新增奖励补助则是主题式研发补助 同样从9月起开始增建 预计投入3000万元 评选出15万予以定额200万元的补助 矫谷也特别说明以绿色创新作为主题的原因 因为跟我们新创团队上来之后 很重要的一个施政主轴 台北市政府扩大补助范围的做法 也获得新创生态圈推动伙伴的肯定 新创团队他们要更加的加速 迈入资本市场 然后让他们的商模能够更加的验证 让商模能够快速的变现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加速的补助的方案 这个对于中亚企业 还有新创团队来说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补助 矫谷强调台北市有全台最大创新基地 又有数位内容创新BOT案进行 预计会吸引140多家新创团队 带进超过13亿的投资金额 期盼透过公司协力 鼓励创新培育专业人才 营造完善的新创产业生态系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立委王红维透过图表 清楚地将他在5月25号 爆料涉嫌绑标图立的台肥 第七土地案后 当时的董事长黄耀新 一个半月内变成总经理 到请辞 台肥内部更是人事大地震 让他质疑案情不单纯 这几个月被我们揭发弊案 而且原来主旗逝者 也就是这位董事长 兼任总经理的黄耀新 竟然在短短一个半月之内 逃之夭夭啊 从原来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后来呢董事长下台了 董事长下台之后 我们呢 是最近又接获检举 然后才发现 这个黄耀新 竟然连总经理都以说 个人生涯规划 请辞总经理 好笑不好笑 当时还在夸夸其言 说这个标案多么棒 多么棒 对台肥的贡献多大 还有什么样的远景 但是短短时间内 这个主旗式的 原来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现在竟然逃之夭夭 王宏伟指出 第七土地交易案 当时台肥要求投标厂商 拥有实收资本额30亿元 然而达利公司得标后 却在四天内将30%土地所有权 转移给当时资本额只有20万的盛景开发投资 是在公然绑标 这个标案金额非常非常之大 它高达26亿的一个标案 但是呢 在它宣布 宣布得标之后 得标的厂商达利公司 竟然在短短四天之内 它就把它的30%的所有权 去移转给一家叫做盛景投资开发公司 这当然是违背它当时的一个投标的条件 所以这个案子非常明显的 是涉及了弊案 而且我们所知道的 其实以现阶段来讲 检调已经接获检举 而且也已经开始调查 那么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土地标授 涉及弊案 可是没有想到 我们的原来的主管机关 也就是持股高达24%的农委会 现在升格为农业部 在这里面呢 它默不吭声 好像假装完全没有这件事一样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赶快 再召开记者会 呼吁检调 加快你的侦查的动作 因为我们担心的 重要的相关人士 会逃之遥遥 王洪威表示 这段时间台肥人士 异常大幅度调动 这些人为何调职 请辞 农业部不该做事不管 检调单位也应该尽快调查清楚 不要因为选举疆界 让可能涉案者得以逃之夭夭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松山机场签不签件 多年来争议不断 尽管交通部三月表示 短期无签件计划 但周边发展却不能再停滞不前 因此立委王洪威召开说明会 邀及中央部会及北市府相关局处 现场与机场附近居民 及当地里长座谈 针对松山机场多年来的问题 交换意见 其实机场附近有非常多的老旧社区 如果没有办法放宽 周围的容积的限制的话 它无法改建 第一个对居民来讲 事实上非常不便 那特别台北市是一个 其实老电话非常严重的城市 所以我们很多的长者 那么他们可能住在四五层楼高 而没有电梯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下楼 那么第二点 松山机场是国家的门户 如果这些的老旧社区 老旧住宅 它无法改建 无法多根的话 那么就会变成 我们的国家门户 都是一些老旧的住宅 那么所以我们如果去迎接 这个国外的观光客 或者商务旅客 他到了台湾到了台北 他第一眼看到的是非常老旧 或者非常难看的 这些的建筑物 对于我们国家的门户 也是一大伤害 所以我们会未来 会继续的来推动 就是在松山机场 不牵牵的状况之下 必须对周围的容积率 要做一个提高跟放宽 否则的话 对于这些机场附近的居民 跟社区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王宏伟指出 限高和容积率限制 多年来让周边居民 感到非常委屈 而这些限制 都是好几十年前订定的 应该要与时俱进 尽数修改 在说明会 我们厘清了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限高 那么大概65公尺到95公尺 那它是足以在高度上 可以盖到20层楼以上的一个高度 所以在如果过未来 我们这些老旧的住宅 它在高度上 如果你有二十几层的高度 那它是可以盖的 可是问题是 你的容积还是限制非常严格 我举例来讲 比如说民生社区 民生社区的容积率是200 它比平常的一般的住宅 还要低 那这当然就没有任何的 都根的诱因 但是民生社区的长者来讲 那它就会有 比如说希望有电梯大楼的需求 所以我们还希望说 在附近的地区 应该透过 比如说都市计划 或者特定区的方式 放宽它的容积率 当你放宽容积的话 可以提高多根的诱因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松山机场附近的社区 也可以出现新的风貌 王鸿威表示 松山机场牵涉的问题复杂 希望中央和地方 能够尽快先处理房屋税 地价税 遭音补助 以及容积率的问题 让周边老旧住宅 能够提高多根动能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物理缺震生态工作坊 让民众了解地方生态与水墩历史 这是台北市大安区大学里里长吴佩玄 结合大安社区大学 东宝处与相关生态工作人员 规划的生态棋地营造计划 透过环境教育 暑期因实地演练等 重新塑造物理缺震的原生种棋地 这个物理缺震300年 我们就是要让人家认识 物理缺震流过哪些地方 这些真正的一个水文化 那大学里有一条物理缺震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它 我们更希望成为在地 乡土教学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进行了四个月 那也讲到我们说 怎么样让我们的民众认识它清水 让我们的低碳社区更落实 让我们也不喂养 不喂食水中的 也不放生 让我们的环境更好 这个提案是在111年的时候 透过我们餐饮室预算 整个著名大会 I-18之后 经过一年的时间 也谢谢我们东宝书当院 批业的工作才能够完成 那其实整个的过程当中 经过一年多 是非常的辛苦 也谢谢包括我们的社大校长 福利长 还有我们梁老师 李信德老师 还有刚才王老师 谢谢大家的努力 那这只是一个开端 其实往后一直要回复下去 才是一个难处 那也谢谢大家 从现在开始都还在针对我们整个物理学菌的相关的物种做记录 然后爬出一个适合我们物种生存的一个生态环境 就是要长久维持下去的一个工作 非常不容易 那里面因为你长得上上上礼拜也来过 他很认真啊 他就在里面也挖了一些清淤啦 清垃圾啦 然后抓了一些外来种 那我们都通宝处有参与这个处理 那重点是这个是我们I-18的一个参与式计划 这个是整体社区营造一个很成功的范例 然后我希望这个大学里真的带动大家有这个在地的认同 然后有生态保育的观念 然后让这个社区的营造呢 更进一步 所有的一个自然资源包括社区的文化当中 提供我们孩子可以走出教室 深入社区可以让孩子在我们的那个生活的情境当中 认识了物理学菌 但物理学菌这个水文的这个历史当中 也让孩子们可以参与了自然人文历史 同时也让我们幼儿园孩子们有同事创作的这个灵感 所以在过去的两年的发展跟老师们的一个经营当中 我们幼儿园老师的团队跟我们孩子的作品 也得到教育部的教学中间能讲的最高的荣誉 物理学菌西元1724年兴建 是台北盆地最早有兴建记录的水尊 比起柳宫尊还要早16年 在大学里与生态保育人员积极的富裕与导渡之下 凝聚在地力量 因为我们透过我们的参与师的预算 然后让我们所有大学里 一起来这边就是跟着配选理长来照顾我们大学里的 母亲物理学菌三百年的历史 然后也能够让大家更看见 然后把我们生活融入在里面 这些都是配选里长一步一脚印 跟着所有我们的好朋友一起来努力的 所以我希望说让我们的物理学菌 我们的资产 我们的古迹我们的文化 能够不断地让更多人知道 那变成我们将来这个城市自己的一个典范 其实我们都有到国外去 我们都很羡慕 不管是日本还是欧洲都很羡慕 那国外的社区 那个环保啊 历史啊 还有生态整理的非常好 对不对 那么回到我们自己的社区 我就觉得大学里 实在可以说是大安区的模范里 我不知道区长同不同意 我在小朋友都在这边念农安国小 那么也都是拿里长的这个之前的奖学金 就看见大学里 不管是从人形的安全 到现在生态历史古迹文化 这样子把它整理的 又结合学校 我觉得真的做得很好 唯有关心唯有知道才会保护的最好 我相信这个柳公俊大家都听过他 然后物理学俊最近因为吴佩玄才听过他 因为老师才听过他 不过知道之后我们都看不到他 那如何找到他 谢谢吴佩玄离章 谢谢这个我们水利处的这个伙伴 一起帮我们用教 用这个特别的事业一起找到他 找到他就要保护他 那佩玄离长在里内其实做得非常好 我相信这个 那个地方应该叫秘密基地吗 就是大学里的秘密基地 那个旁边原本是一个臭水沟 可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里面有鱼有乌龟 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生态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动物活得好 长得好 对人类绝对也会身体健康 工作坊成果站展示社区里民 社区大学与国小族群探讨外来原生种 放生伦理 100公分视角 骑老回忆等主题 并且他们挽起袖子 实地清理水阵的外来物种 营造原生种棋地 记录重要时刻 记者温云俊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国小族群探订阅 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如何正确使用应优额的后向式汽车安全座椅 是保护应优额搭车过程中的重要关键 国民健康署邀请专家正确释发儿童安全座椅 所以在我们受到车祸冲击的时候 我们的人是先往前抛再往后甩的一个方式去运作 所以我们的宝宝的颈椎或是前向的话 他就是会用他颈部去抵抗这个力量 所以就比较容易受重伤 所以用后向的一个方式 就是用他全身最多的骨骨跟肌肉来抵抗这个力量 所以相对在座数据上面是呈现75%的一个安全性的提升 所以我们在后向式的一个部分 是在两岁前去需要去做到的部分 那第二个步骤就是安 安就是安装正确安装 我们这个安全座椅呢 不同刚刚我们弘医师所提 每一个安全座椅都有他的安装机制 所以像我们这个安全座椅呢 其实为了怕大家说明书没有带在身上 你在旁边都有这些安装的一个标示图 你如果没有按照他的安装步骤的话 还是要照这个指示安装完之后 记得我们这个安全带 因为在前端的时候 我们需要拉出比较多的一个安全带 让我们安装做使用 那最后的时候就是这个往回缩的这个步骤 就是我们要手压的这个椅子 然后把这个安全带往回缩的这个动作才能够 然后要固定不会动这样子 对不对 它才能够确认说摇晃它是完全的在这个椅子上 然后这是顾 然后最后的话 我们就是把宝宝放上这个椅子之后呢 系上宝宝在安装座椅上面的这个安全带 那一样就是我刚刚做的这个动作 要在宝宝的安全椅上再重做一次 就是宝宝的安全带 你也要确认说 它是不是已经有细部拉住了 那这个最后就是一直的宽度 我们刚刚讲到说 孩子的身体到底跟这个安全带 应该吸不到多紧的程度呢 我们就是用一直的宽度来做确认 那我想潮实化的经验下 每一个孩子的出生都是宝 不管是家庭 对国家来讲都是非常的重要 除了孩子带给我们的喜悦 但是怎么样能够让他平安的长大 我想我们都一起来关心 特别是在这个交通上面 交通部会很长期 非常关注我们儿童安全的事情 特别家庭你快乐的要出游 要去逛街那些旅游 带着小Lady要出去的时候 怎么样能够让这个Lady在最安全 无理的情况下 全家都能够快乐的出游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我想今天的记者们 其实就要告诉大家 有一些更好的方式 更好的观念 那我们不要把小孩子关在家里 也要带出去享受天赋 但是要安全的带出去 安全的带回家 那是我想我们最大的目标 是让孩子能够有一个快乐 安全的环境能够长大 根据研究指出 大约有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 儿童死亡事件是可以预防的 在国民健康署6岁以下儿童死亡原因 回溯分析报告 110年回溯个案中 认定19位是高度可预防性的个案 汇集常见的五大迷思问题 与新手父母共同破除错误观念 那可以学会其实长期以来 就非常着力在推动 各项的儿童安全事故的预防 所以关于汽车安全座椅的使用 其实我们可以学会 在107年的时候 就已经出了一个声明稿 来建议推大家民众们 一定要落实的使用 儿童安全座椅 因为这个是 攸关儿童安全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在这样的一个交通的冲撞之下 小朋友光靠大人的抱 是绝对没办法保护他的安全的 有太多的一些事故伤害 我们看到的 大人都没有受伤 小朋友又有重伤 甚至死亡 尤其国家最近几年 在推动六岁以下的 儿童的死因回溯分析 我们满足案的 把各个事故伤害的案件 都打到逐一的审视 就发现了两例 大人都没有受伤的车祸事件 而孩子是死亡的 这可见 其实这个死亡是可以避免的 他又没有使用安全座椅 所以可以知道 如果大人在适当的 安全带的保护之下 可以免于的伤害 在小朋友没有被保护到 这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 这样的一个事故伤害的新闻 其实也不是只有这一两年 我们做死因回溯才会看到 其实以前新闻事件也都听不到 所以在美国大家都习以为常的 开车出门 就一定要有安全座椅 没有安全座椅 根本警察不会让你上路的 这样的一个氛围 其实我们应该也要逐步的去推动 所以国民健康署主要的业务 主要在管理在我们的医疗机构这一段 就希望我们从一出生 从新生儿的回家的第一段路 就被关注到 就被保护到 就被意识到 大家一定要养成这样的习惯 所以我们希望从宝宝出生 就开始保护他 保护他行的安全 然后我们就一起来推动 总结家长准备 适临汽车安全座椅 要牢记安装于后座 稳固不晃 与寄警安全带等要决 在宝宝出生前 就要先准备汽车安全座椅 才能为宝宝从医院返家 提供最安全的回家之路 民众在书架前拿起一本本书翻牙翻 有的手中抱着一大碟书 还有人特地带着行李箱 准备要将喜欢的书籍带回家 環保局在市府一楼中庭 举办延会十年让爱延续 对书活动 吸引许多民众前往寻报 常常到他们那个资源回收站 那边有去换书 这次是看他们那个网站 粉丝页有公告 对 然后因为台风 所以延期了 对 所以很期待 每次的那个跳书活动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至少他是把书籍再利用 一方面也可以减少那个树木的砍伐 然后再来也可以把这些好书 再传承延续下去 今天就在这边很高兴 可以拿到有这么好的机会 可以拿到很多好书 对 非常棒 不会老人自在 一天最新百来看一本 为延续书籍生命 让智慧增长 環保局一百零二年 在内湖再生家具展示场 成立了全国首创的延会书库 十年来已有近五万人次参与 兑换或赠送书籍 达四十七万多册 成果相当显著 这个其实 岩队书库是我第一次 当台北市环保局长的时候 因为当时敲一个机演 就是有这个民众 楼上的一个住户 结果他拿一堆书 在这个楼梯下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多书 他刚刚参加特考完毕 你说这些书怎么办 他说要给环保局 那我想当时环保局回收这些书 大部分都会去回收做纸缰 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想说 哇大家花那么多钱买这些书的话 其实里面的知识都还可以延续 所以我想说我们要成立一个地方 专门收这个 然后把这些书来帮忙那些 包括肉食团体 包括学生 来给他们不用买 就可以来有书可以读 来改变他的一生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十年来 其实差不多五万人次 来参与这个活动 那这个出去的书 差不多五十万本 只要一本书一百块来讲的话 其实是五千万 那这个钱是其次 其实是造就这些 比较弱势的人 他可以考试用书 可以就业考试用书 生学考试用书 说明就改变他的一生 那台北市这样文化之都的 能够把这个文化 把这个传说出去的话 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今年我们特别 举办这个十年的活动 目前来讲 当然我们除了这个 来这边领书之外 我们也给大家 有这个阅读的空间 大家去那边也可以享受 我想这个环境的话 这个可以当场 跟图书馆一样阅读 我们在内部那边 非常的好 那重要是真的 尤其像那些参考书 什么书现在都很贵 但是考完试以后 这个就没有用的嘛 我第一次的时候 也跟那个师大附中 他们这个学生 这个非常优秀 考完试之后 对不对 跟学校合作 他们把那个学生 那些操港试都交出来了 这太棒了 那未来我们还会加广 除了这个 我想这个就业 或是考试的诗之外 这些文学的书 大家假如说 后来再 再清家里面的一些东西 需要的话 就环保局会来服务 民众除了可以用15颗电池 免费兑换一本好书之外 环保局还提供到 辅收运书籍的服务 欢迎民众一起来捐书读书 基本上一般学生 低收中低收入户 还有身心障碍者 这些都是可以免费 跟我们做兑换 那如果是一般的市民呢 我们为了要鼓励回收 他可以用15颗的电池 来兑换一本书 那今天是因为我们 活动的特会现场 我们会就是乘以三倍 就是说他如果拿15颗电池来 可以换三本书 那如果没有带到电池来 没有关系 现场帮我们填一份问卷 我们也会送书 书的话就是可以超过200本 可以直接跟我们清洁队联络 我们会去道府收运 我们非常欢迎 机关 学校 团体 有大量的书籍 都可以跟我们联络 那一般民众要做回收的时候 就是有这些书本 可以交到我们每天 线上的资源回收车 跟他捆好说 这个是我要捐给盐会书库的 他就不会把它当做废纸处理 我们后续 后端会再做清理跟整理 没有 我们都没有限种类 当然就是一般学校的教科书 我们没有收 然后漫画书没有收 那其他一些工具书 或者是甚至是古书 我们都非常欢迎 我们在末端会做相关的分类跟建党 延会十年让爱延续活动 8月17号18号两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 在市政府一楼中庭举办对书活动 欢迎民众前来寻报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泰国茶叶罐一敲开 里面不是茶叶而是满满的大麻花 今年7月财政部官务署联合刑事局查出 从泰国寄出的泰国茶包裹里内藏毒品大麻花 专案小组立即深入追查 进而破获这一起国内两大黑帮合作跨国走私毒品案 这个集团它是从泰国进口 以泰国茶的名义实际上里面夹藏大量的毒品 那我们从包裹里面起货了二级毒品大麻 总计62.1公斤 那在后续的茶剂行动 我们同时搜索茶扣 有安非他命、黑他命、毒品咖啡包、卡西红 以及现金新台币48万余元 那整个行动呢 我们总计查获了犯贤有10名道案 从第一层到第四层的主贤 那其中呢甚至有竹研邦信航的成员 与四海邦立航成员 走私集团采取严密的分工运输转手方式领取包裹 除了躲避警方查契 也是预防黑赤黑的情况发生 首先呢会先叫第一层的收获人员来进行收获 同时包含司机来签收领货 那这个案子里面因为有三个包裹 算是蛮庞大的一个国际毒品走私的案件 然后呢再由第一层再转收给第二层 与第三层的成员员来进行收获 那其中呢第三层的收获者同时在整个集团里面 扮演指挥与监督的角色去指挥第二层 这边在收获的时候会不会黑赤黑 然后到最后第三层收到以后 再上交给第四层这一个幕后的首脑 专小组经过严密监控部署 陆续逮捕集团首脑母性前犯 及集团成员共10人 并查获市价上亿的大麻花62.1公斤 及ケタミン与安非他命等 全案以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以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贯彻 速毒追人断金流的反毒总目标 阻止毒品危害国人健康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台北市长蒋万安和建设业者施议员 在地离仗及各界贵宾们 共同为中校怀生公办都个案开工祈福 求工程顺利如期如值 在过去这边这个基地 原本里面有一个室友的室友土地 我们当时规划做停车厂 但是使用效益并不高 所以我们后来几经考量 决定提升整体的开发效益 所以在这个地点我想是 台北市精华中文精华 这个地点大家知道 临近我们东区商圈 旁边中校复兴监运站 又有百货零力 非常多的厌家整体的商圈 甚至再往外延伸 这个从东区商圈 中浩南部那边统领 一路再过去当然就 和我们今天讲真是大巨大 我想未来这个地点 沿接相关的商圈廊带 整体发展起来 我相信会是台北市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我想从一开始 我们决定要来进行公办都庚 也整合很多非常困难的 当时要自办都庚非常不容易的基地 所以当我们一旦划定了整个都庚的地区 交开公经会 审查会 最后发给建筑执照 到今天终于能够正式的重工 我想经历了许多困难的挑战 包括刚刚宋总长特别提到 也经过往过疫情 现在原物料上涨 听说这个案子就涨了50%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跟辛苦 所以未来我们可以预见 在这边我们规划楼上27层楼 往下5层楼 当时从107年开始到今天动力 我们预计116年可以完工 而且我们整体的规划概念 我们是TOD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就是以这种大宗运输或车站为核心做的一个发展 所以未来我们一楼会有很多的商店 二楼有远接监密站 还有绿色通道 当然在楼上我们也有事务所 我住家 所以是一个compact city 紧密城市的概念 我们希望的是 这边除了提供居住 娱乐休闲 公共服务 结合大众运输 我想希望这边成为一个都会区 大家非常便利 生活机能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一路走来 我要非常谢谢我们的社区团队 大家尽心尽力 也谢谢我们地方 我们在地区 收入地医民的提亮 而且里长也协助沟通协调 也要谢谢地主们的配合 当然也谢谢我们的富方建设 非常的不容易 一路走过来 我想今天看到能够动 我们都非常非常的高兴 台北市 我想这会是一个指标的公办都更案 同时我们整个台北市面对的 是许多老做的建筑物 30年以上的建筑物 占整体建筑超过了70% 所以这次我们新市府团队面对 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上任 不只是被动都更武艰 透过法规的中保 能不能降低 加速审查的速度 我们对公办都更案 也没有提出7599的交易等等 其实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 能够让台北市全面的三星 同时也必须考量 市民朋友居住的安全 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办法 承受一场大的地震 一旦有6.2规模的地震 台北市预警 会有4000多公元的建筑大 这是我们不可承受之重的 所以我可以预见 也可以想象未来 我们中校白生 工办都更完成之后 届时这边会非常的繁荣新盛 给市民朋友一个非常便利的生活环境 此案建筑设计 规划取得绿建筑钻石级 智慧建筑营集及耐震标章 建筑立面垂直绿化 将玻璃帷幕结合绿色皮层 兼顾节能与视野 且也落实公办都更的工艺性 在二楼新增捷运出入口 连通捷运中校复兴站体 并在一楼规划店面与广场 延续中校东路商权氛围 我们在规划设计阶段 其实我们已经领到了 尊华建筑金石金级奖 然后我们在设计规划的时候 我们也申请了 绿建筑钻石级最高等级 还有智慧建筑还有耐震标章 在拆除房子的部分也是值得一提的 因为我们重视环境 我们希望能够做到循环经济 因此我们房子拆除的时候 我们是特别加以分类 用各种方式回收 因此我们这种房子的 以及拆完的回收率是99.65% 因此我们也获得了 美国认证UL2799 这个最进入灵魂来的最高等级 博定级 都根后由公有地主 分回一般事务及住宅 私有地主及出资者 则分回住宅与商店 将创造逾百亿元不动产价值 预计116年完工 期望更新后改善地方整体环境 加速周边更新改建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在总统好与动算声中 民进党总统参选赖进入基隆和平岛 天险宫参拜五险大地 在823炮战纪念日隔天造访基隆和平岛 賴清德有感而发的表示 过去都是为民主打拼 未来他如果有机会带领国家 将为和平奋斗 捍卫台湾民主自由 让后代子子孙孙 能继续在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 除了我祈求五险民 我大家保庇地方平安 可以这样顺利发展计划 我愿意向大家报告 未来我如果有机会拖领国家 我们过期是为民主打拼 未来为和平混淆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好 因为我们障意你说 和平无价 和平的隔壁这是最大的 建政没有一个人 有办法抵党人的好处 所以在这种目标 我们精神是 我们共同打拼 大家到边合作 来捍卫台湾国家的安全 继续推动民主 好平 欢迎 快点 让我们的驾孙 谢谢大家在这个土地 安居乐业 大家说好不好 好 賴清德也再次向大家推荐 平民律师出身的这文题 賴清德强调两人有相同背景 也都为理想投入政治工作 在台湾面临各种威胁挑战的情况下 他相信 郑文婷会与他一起 站在第一线 守护台湾民主自由 我们沙文婷律师 他如果活动人顺利进入国会 除了他可以发挥他的专业文件 穿经济站的精神 为党人家的计划 在台湾面对国际社会 种种的条件 尤其是 尤其是 付业霸团的签力 尤其是 他同样的 站在一起 陷阱一旦 陷阱 陷阱 就是追求民主和平繁荣的决心 那这个里面呢 有一个重要的拼图 就是我们郑文婷律师 也是我们的立委候选人 我们未来 在追求和平的路上 绝对不能缺少郑律师的帮忙 你说对不对 对 郑文婷则表示 如果莱靖德入主总统府 他也顺利当选立委 第一件事就是希望 基隆捷运可以在他们的任期内动工 对此莱靖德也给予正面回应 蓝总统哭声在外面 他是基隆人 他也正在说 基隆的建设要赚他一分 所以 第一件事情 我就要拜托我们蓝总统 让我们基隆建文 比蓝总统和郑文婷 前一段的四年任期来 会和基隆捷运担当 这样好不好 好 现在 我们美国副总统就站在我旁边 我身上的 请到我们代副总统 这件事的总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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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 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去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佣食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基隆市长谢果良亲自接待这个首度来基隆的 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多位学者 双方互在伴手里开心的合照留念 记录这个难得的画面 很高兴史丹佛大学的Hoover Institute 就是胡佛研究所研究中心 今天有些学者能够来互访 那其实我们在很多治理上面的议题 跟这个湾区就是旧金山地区 其实有很多共同之处 比如说我们共同有海湾 那我们在整治海洋环保 同时无家者据我了解 也是北加州南加州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我们基隆在处理无家者的问题上 从我就任以后我认为有一些改善 那我们交换意见大家一起讨论未来如何进行 另外我也想跟他们请议 因为史丹佛是一个很好的美国大学 未来如果我们的教育机构跟我们的学子 未来在初高中的学习历程 如果能够跟好的美国的顶尖大学有一些连结 或者是有一些共同的未来的学术方面的一个交流合作 我觉得也是可以提升基隆的国际能见度 并且让孩子们能够有更多的国际视野 一个很好的接触的对象 据了解这次参访的胡佛研究所团队 除了来到台北跟基隆外 团员们也会拜访金门跟高雄 同行的成员对于海事安全很有兴趣 期待双方未来能进行多元及广泛的交流 从而提出更多思考面向与解决方向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从今年年初开始大小工程不断进行的 仁爱区重要道路流民传入 半年来居民以及民传国中师生饱受道路施工困扰 接获民众反映的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 特地出面要求市政府公务处要积极协调 包括水公司等各管线单位配合施工 终于在8月24号清晨完成道路铺设 以及划线的工作让当地里民孝称 终于从越野赛道变成F1赛道 在市政府公务处长陈耀川等人陪同下 议长同志委也到现场视察 并且感谢公务处的辛苦 敢在开学前完成整体铺路和划线的工作 造成我们流民传入居民非常严重的 一个生活品质勘率 那我们在上个月特别要求公务处 因为我们上个月忽然间停水了两次 水公司并没有通知我们在地的居民 跟在地的里长 那我们特别要求公务处 跳出来整合我们所有的管线单位 包含水电瓦斯电信等等 相关所有单位一次做修补完了以后 我们公务处再一次做马路的跑步动作 那我们这一次也非常感谢我们耀川处长 还有我们科长非常用心的来 亲自的来把流民传入的品质做到好 让我们的居民 还给我们居民应该有的生活品质 所以我们刚刚有李明细称说 这里面可以跑F1的这个赛车的超跑 通知卫也希望未来其他工程施工 都能够比照流民传入的范例来施做 相信可以缩短施工时间提升施工品质 更能减少民众的不方便 我想这样子的品质应该是我们可以做一个示范 也就是我们希望未来全基隆市的每一条道路 都可以用相关的管控措施 把我们的这个管控措施做好以后 我们的道路品质就一定可以更好 那我们希望让全市的居民都可以感受 基隆的这个道路品质 回家的道路都是安全的 看到议长童子委来巡视刚铺好的流民传入 地方居民虽然对于施工期间这么长 造成的不方便仍然有些抱怨 但是都能够理性看待 也非常感谢议长童子委的协调 让所有工程提早顺利完成 公务处方面表示 整合各管线单位利用暑假期间 采密及施工方式 期间总共建置400公尺下水道污水干管 泰换老旧自来水管线300公尺 以及电信公司布设400公尺光缆设备 民传国中学校工程大型车辆进出 也告一段落 记者吴俊松基东报导 游艇破浪从碧沙渔港出发前往基东宇 在基东市政府秘书长方定安 官销处代理处长林文荣等人陪同下 基东市议会特地安排行程 考察基东于岛上的码头 环岛步道等相关建设 负责带领市议员考察的 基东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代表市议会肯定前任市长林又昌 以及现任市长谢国良 接续建设基东宇 发展观光的努力和用心 那在这里当然首先要感谢我们基隆市政府 官销处还有产发处的一个进行安排 那在这里还是非常的肯定他们的用心跟努力 那秀玉在这边也代表我们基隆市市民 来给予一个鼓励肯定 那这个基隆宇它的整个环境非常的优美 那在我们前草市长这个林前市长 他的整个就是在进行的规划当中 那再加上我们这些新市府谢市长的整个 在这个整个官销的这个官官行销的这个整个 用心的一个规划 那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那我们今天到现场看了之后 就是跟我之前在八年多前我当民意代表 这八年多来整个变化真的相当的大 虽然肯定市政府对基隆宇的建设 但是杨秀玉更希望市政府必须做好 后续各项建设的维护保养工作会更重要 一个公共建设不是只有在建设这个部分 我觉得在于它的后面的维护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不管未来是基隆宇也好 包括我们基隆市政府相关的公共设施 我们在这个整个维护的这个规划 还有这个整个预算的编列一定要非常的重视 尤其是在它的执行 就是它的整个整个就是维护这方面 真的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今天在这边就是也提醒我们市政府 因为藉由今天的这个考察提醒市政府就是说 相关的这个公共设施也好 包括基隆宇 基隆宇未来整个规划 一定要就是说好好的去执行 尤其是这个维护的这个部分 经过多年的建设修复以及规划再建设 基隆宇已经成为基隆市发展海上观光 最重要的指标性景点和卖点之一 特别是疫情解封之后 如何持续发展基隆观光带动相关行业复苏 市议会非常关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在随车服务人员亲切招呼服务下 坐在台北市双层餐车上 一边享用餐车上的美食和饮料 一边透过大片采光玻璃 无差距 仰望及平视台北101大楼等繁华景致和景点 也享受移动式高级餐厅的魅力 由于基隆市政府编列2400万元 已经获得基隆市议会通过 将购买一辆观光巴士推展观光 按照基隆市长谢国良 今年6月初在基隆市议会报告的内容 基隆观光巴士的经营模式 就类似台北市这辆双层餐车 那我一直觉得说基隆 我一直很想引进更多高单价高消费 就是俗称二十八十理论的观光模式 所以我一直很希望 这一次引进的双层巴士 是一种体验型的 它会以基隆的景点加饮食 这两个俗称就是food and beverage 这两个点去增加体验 我希望每个人上车 最起码它都有一个基本的滴销 这滴销大概是抓在350到500 600左右 那我是希望把这个车顶二楼 因为它是双层嘛 第二层楼我希望可以的话 尽量做成玻璃 那这样下雨的时候 也可以欣赏基隆美丽的一个雨景 而不是让下雨变成一个我们的一种 这种观光上面的一个负面的因素 也因此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个人特地邀约市议员曾继妍 一起先到台北考察 乘坐这辆双层餐车观光巴士 了解餐车上提供哪些饮食服务和内容 杨秀玉非常认同市长谢国良的眼光和想法 相信市长可以将基隆的山海景点 结合双层观光巴士做的有声有色 那感觉真的是非常的这个 非常的这个新鲜 那也是感觉到说非常的棒 我想 因为我到现场的时候 有问这个 他们这一家公司的副总 说这一家餐吧 这个就是观光餐吧 它是全世界最豪华的 那我在这个车上 在用餐的整个当下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你知道为什么非常开心 因为那个整个整个画面是动态 而且是真实的 整个就是游览的这个整个 就台北市的整个景点 非常的这个漂亮 非常美丽 那我想就是 借由今天这个整个就是说考察 那就是说给基隆市政府一个建议 我觉得基隆如果做这个 这个餐吧的这个观光 我相信会比台北市做的更好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 因为就是说我们基隆市就是一个 地理优势的一个条件 因为我们基隆市是一个海港 那我们有非常美的一个风景 包括这个山也好 还有海 我们是可以说山海一线 非常的漂亮 那如果说我们在如果做这个整个 就是说观光的这个餐吧 会让外县市的一个就是民众 会有一个好奇心 那我们当然不是只有在做这个观光的这个餐吧 它可以我们可以善用我们的观光餐吧 怎么样来连结我们基隆市的一个 其他的观光景点 带动其他的一个观光景点一个商机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不是只有这个观光餐吧 这一个这个一个这个效益 它的经济效益的CP值 应该是非常会非常的高 所以我非常肯定市长 编列这一笔预算 杨修玉指出特地到台北实地搭乘双层餐车 就是希望基隆市政府 可以借进台北市政府 经营双层餐车的经验 好好规划善用基隆市 未来这辆观光巴士发展基隆观光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你愿意接受Gabriel成为你的人生伴侣 并承诺永远爱尊重接纳和保护他 愿意一同面对人生中所有的顺境和逆境吗 我愿意 新人取下浪漫誓言 来自香港的钟先生和李小姐 请订基隆和平岛 在四十多位亲友团的卷证下 完成终身大事 彼此交换戒指 双方孙生一吻 之所以特别从香港 跨海来到台湾定终身 新人说 因为三年前他们来基隆旅游 意外被这里美景深深吸引 因为疫情隔了三年 决定重回和平道见证爱情 我们几年前来 疫情前有来旅游 然后就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本来想要去就是基隆一天游 就是走完整个基隆 但是来到这边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美 我们觉得是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地方 还有我们觉得和平岛 向上出这个自由和和平的向往 我觉得我们香港来这里的话 也是去感受这个海洋 还有这个台湾这里这个和平岛的那个 历史和文化的那个背景 和平岛本来象征我们基隆历史的一个文化的传承 那这边有非常多的族群融合的故事 那在这边见证他们的爱情 那我想也同时也行销我们基隆的观光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做一个见证 和平岛公园有得天独厚的海景 及特殊的地质景观 无边际的海水泳池 天使 向海步道 还可以眺望基隆宇 不少新人选在这里玩婚 业者安排了专属的Soho Bus小屋 提供新人专属的休息空间 可以看到我们后方 我们这个除了有 可以见证我们这个 山海见证的爱情的我们的地质之外 其实我们还很棒 新人很爱就是我们的无边际有词 然后还有我们的天使向海步道 包括像地质公园里面 有一个地方叫做等雨亭 就是非常的浪漫 基隆宇就在你的眼前 所以非常的多的一些好朋友 来到这边 从他的一些 他们的从互动开始 到彼此的一些欣赏 到最后勤定终身 都是非常适合到我们 首宾岛祭祀公园 出席的亲友团和现场民众 纷纷纷献上祝福 小两口透露 不止这里的山海美景吸引人 台湾的自由和和平 都令人向往 记者 黄少铭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 七宗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